气流水仙花终于返场了 没有的小伙伴赶紧下手 一接就够用了 18你买不了吃亏 18你买不了上当 就在狂欢嘉年华 换个角度确实挺直的 气流水仙花第一次出现 是在22年的3月份 第二次是在10月份 不过这两次都是在 大夫的神秘宝藏中出现 那可得要60软啊 上次的成长礼包中 也是出现过的 不过也要30软左右 所以这次呢 推荐下手 说一千到一万 这么吹捧他气流水仙花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强压 无条件吹飞 飞行类僵尸 小鬼里边除了蛋壳小鬼 其他的小鬼有概率 直接给吹飞了 功夫小鬼需要飞起来的时候 动物僵尸也能吹飞 杜杜鸟鸟和绅士僵尸 在飞起来的时候 可以直接吹飞 仲裁者AX能直接吹飞 飞行器僵尸 飞行器僵尸直接吹飞 这么说起来 双人对决用他克制的飞行器怎么样 我还没实践过呢 能够制裁遍野的僵尸 毒液豌豆大招配合气流水仙花 也在天空无尽中好用起来 就是可惜天空巨人 临时都要丢小鬼 真的算是挺不错的 手快有手慢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